今天除了教你做菜以外 还有教你如何避免危险的发生 以及处理的过程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大家 今天的这一道是椒盐九度鱼 大排档师傅不会告诉你的畅销菜 当即就是九度鱼最肥的时候 把它的头尾去除掉 再把腹部切掉 我们只要浸肉 零零角角也会有少许的仪器 把它切掉 浇油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 下入一些盐 糖 一个蛋黄带少许的蛋白 胡椒粉要稍微多一些 我们突出的这道菜有少许的辛辣 同样它也可以达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 把它抓拌均匀以后 给上一些淀粉 现在我们来调一个椒盐料 在火心椒盐的基础上 下入一些盐区鸡粉 蔬菜的小料有青红椒 蒜末 干葱末 把它们拌在一起 放一边备用 腌制十分钟后的九度鱼 再把它抓拌均匀 再用签子把它签起来 如果你家里面没有签子的话 把九度鱼 打开一开三左右 煎好的九度鱼 我们再调一个玉米粉和粘米粉 把它拌好以后 再裹上九度鱼 裹粉的作用可以让九度鱼的表皮发映 我们在酒店制作炸菜品之前 锅会烧得很热 你们在家做菜的时候 不小心的时候也会烧得很烫 下油它会起火 是因为油里面有水 这时候你千万不要害怕 继续的加冷油 火自然会灭 不能加水或者加热油 这样子会导致火势越来越猛 好了 现在我们的油温已经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大概180度左右 这时候的下鱼 鱼的表面会瞬间的凝固 从而会达到一个硬 还有一个酥的效果 也会锁住内部的水分 继续的高油温杂质 时间不用太久 因为久度鱼它是很容易熟的 发印表皮有少许的微焦就可以起锅 这时候的鱼皮会嘎嘎香 内部超级的嫩像豆腐一样 把油倒出来以后 下入小料进行一个煸炒 炒出香味以后 锅边淋上少许的花雕料酒 把酒炒干以后出锅 再把它撒到鱼的表面上 撒上刚才我们调好的椒盐粉 椒盐再加上原汁鸡粉的加持 会变得很香很香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前 喜欢的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大家想学什么菜品 可以打到评论区